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Cindy 我是Rishi 又來到一部新一集的心理樂章 去到第七集了 這集我想繼續回上一集 我們還沒講完的東西 流行音樂 是 流行音樂 我們從四十年代開始講 少少都沒怎麼講 就是當日開始 五十年代我們出了兩個禮物 去到六十年代都有兩個禮物 第一個不是在美國出現的 第一個是在英國出現的 叫做Beatles 我上一集也講了少少 他們是反潮流的 就是所謂的 學法 這些是我們現在經常罵 現在的人說他沒有風格 跟人 這個Beatles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他是因為反叛而成功的 你可以這樣說 是 是的 那他反叛什麼呢 他在音樂上反叛 因為在過往的音樂裏面 這個音樂的制度 就是制度 和緣 harmonie 我們只能用第三度和第六度的音 去做harmonie 第三度和第六度是harmonie 不用說 不要覺得太技術了 都不知道你 多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多了 一 多了 一 一 第三度就是me me 法 所 啦 第六度就是la la me 和啦 就是以前 Beatles之前 藍曲的和音 規矩是用這兩個音 去做和音 嗯 但Beatles式歌 他經常用第四和第五度 做Witcher 以前來說是不適合規矩的 聽上去會覺得怪怪的 會的 如果你不習慣 就是 Do Re Mi Fa So 經常用法和梳去和這個Do 以前是用me and la 是吧 但呢 是不准用的 第四和第五 Beatles就是經常用這兩個 嗯 那你就是不守規矩 是吧 是吧 但是他們如果用別人不夠膽用的音 那就可以開創的分音 他呢 他剛剛出碟的時候 給外國那些樂評彈到一個毫子不值 那些垃圾來的 是啊 你不守規矩嘛 搞什麼四到五到和語 不合規矩 不好聽的 那當時剛剛出道的觀眾 聽眾的反應是怎樣 但Beatles 你是傻的 我說我數 我的歌就是這樣的 哦 我來得到你這麼多 我來得到什麼叫三 我喜歡三就三 不六就六 我喜歡四就四 五就五 買一買下去 我說可以就行 都不理你這麼多 嗯 但全世界很熱 是 大家都喜歡這種風格 總不知道Beatles出來之後 然後全世界都大買 我們聽一下他 聽一聽 Beatles應該是1962年開始走紅 我們聽一下他的手 很Hit 當然的歌 字幕志愿者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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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彈結他呢 一點都不壞孩子 反而覺得是很斯文 都不像我們眼中的Rock友 半世紀了 是啊 半世紀了 這是六十年代是頭的東西 你知道嗎 所以你跟我說壞孩子 我只拋頭 那時候他是壞孩子來的 哦 首先音樂上我不守規矩 嗯 接著你聽了一句 我不是 我喜歡這樣說 你說他的Marketing厲害也好 什麼也好 總之 所有批評的人都掉眼鏡 因為這對樂隊又是好像貓王 嗯 或者比貓王更深 他的行程度 嗯 還有一件事呢 你剛才看到呢 或者我忘記留意他去看 那個Ringo Starr 就是鼓頭打鼓 鼓頭有鐵片 是 本來以前是打開的 你一踩下去就開合 開合 所以叫做Pedal Pedal High Hat 就是用腳踩的東西 嘻嘻嘻嘻嘻 以前是這樣打在這裡 Bedal第一個 打下去 就是連著那個 打著鼓骨 打下去 嘻嘻嘻 不是 除了踩之外 還打下去 那你說又是創新的 剛才他又發明了新的手法去打鼓 所以 他聰明了 就是這些人 他打破框框 嗯 你明白嗎 他那個不得的 不得的 無人買 那由市場需求 斷定你得不得 就是 現在證明是 可以 不止可以 因為這樣之後 大家覺得 哦 多了很多東西玩 原來四度五度都開做和音 是吧 以前大家避開這兩個音 用三六度 那些東西就變了好死馬 可以這樣 那些人多了兩個音 做和音 那些人會覺得 哇 我可以用三四五六 四個音做和音 看我怎樣擺 那這個音樂 那這個音樂 就馬上豐富了 層面上 多了一些音色 是吧 是吧 但如果他不是 大家先做的 但那些 照顧規矩 不會有新的 現在的音樂都是這樣 現在都是只有三六度 對嗎 他第一個 搬了四五度出來 最初被人罵 說是垃圾 那些罵都沒有聲音出 這樣就可以 流行音樂就是 要看大家的口味 整個大眾的口味 流行音樂 其實呢 雖然說 流行音樂是寫給不懂音樂的人 沒錯 對嗎 對嗎 因為不是每個讀音樂 不是每個懂音樂 那流行音樂的意思是 就是說呢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動聽的 容易上口的 大家容易接受的 那就輕一陣子而已 輕一陣子 就是第二隻出來的 流行嘛 那你就完了第二隻的了 是吧 所以 流行音樂應該是 那個元素應該是具備的 元素就是它非常容易上口 但是呢 又不會是什麽很大的經典 有些有些不是 可能聽了幾個月 然後再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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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第二隻了 那叫流行音樂 那每個年代都有它的代表者 但是這個披頭四樂隊呢 後期不要說了 它的行為更加反本 因為那六十年代中期 進入一個 美國進入一個很大的 這個 意識的轉變 就是年輕人 你聽過甚麼叫 嘻皮士嗎 我看佛羅斯金有說 又是這部電影搞識我 嘻皮士 嘻皮士這個潮流 和音樂都很緊密 那六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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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美那些人呢 他們就覺得 我們年輕人 應該有些新的思維 那跟他們就說 口號就叫做 make love no war no war 哈哈 性呢 是解放的 嘻 嘻 這個社會都亂了 你可以說是 就是 沒甚麼所謂的 最早不知道 大家就 要和平 就不要戰爭 嗯 所以很多時候 那時候美國開始打了戰 那 就在美國 很多咬叫 很多人質疑 就是 為甚麼要打著 是不是要我們去打呢 就是 死了這麼多美國人 那 嘻皮士就剛剛 也在那個六十年代中 就 開始形成那些 年輕人的心態 就是他們反戰爭 嗯 那 他們要求那種東西 其實不是不好的 但是 只不過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 是 太快出現了 你的意識 人類都未 ready 好 哦 就是大家平等 你明白嗎 又要 大愛 現在所謂的 人家說 阻礙大愛 不是不好的 但是 人類未夠這個條件 人類性本自私 對 對 中主人類的條件未達到 可以這樣 嗯 這個運動 我剛剛走了十年左右 嗯 就 玩完了 嗯 在音樂上面 就出了在六十年代中期 Beatles 之後 Beatles 是英國的 嗯 這個位子 去美國 嗯 美國呢 就有一個黑人 他的名字叫做 Jimmy Hendrix 嗯 那這個Jimmy Hendrix 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Beatles 就開創了 打破了和原上的局限 是 Harmony 那Jimmy Hendrix 就為結他做了 創立了一種新的聲音 叫做Distortion Distortion 是啊 你看Chuck Berry 或者Beatles 彈的結他 都是很清清真 真的很清脆的 嗯 但是 Jimmy Hendrix 發明了一種 其他聲音 很大 就是撕裂的聲音 那 就等於他製造了 第一種 第一個 Rock的聲音 我們現在講Rock Rock一定是這種聲音 怎麼來呢 就是由Jimmy Hendrix來的 我來聽一聽 音樂 音樂 I wanna take you home I won't do you no more It's gotta be home I won't do you no more 我心目中現在我們玩Rock的人通常就是這種音樂 像Metal的音樂 沒錯 Rock 後來大家用了這個名稱Rock 就是搖滾 搖滾 中文的搖滾 首先Rock的定義是怎樣呢 它一定是一個結他聲 不會很清楚 一定是distortion的結他 叫overdrive 施裂的聲音 是拆的 對比有兩支 Rock的音樂通常都會比那些學生喜歡多些的 因為他們比較原始 沒有那麼多修飾 Rock的音樂是比較 我們叫做RAW RAW energy 沒有什麼修飾過的東西 我覺得是很舒服性 沒錯 而且能力很大 是 所以很適合那些年輕人聽 年輕人多數都是反叛 衝動 大部分外國年輕人 就是西方的年輕人 一定會聽Rock 我年輕的時候都會聽Rock 你有沒有玩 我當然有 當時是業餘樂樂團 職業是沒得玩的 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是1976年出去玩樂樂樂 做公司 做職業 我當時工作的地方 一是夜總會 夜總會有floor show 有些人吃飯 有魔術表演 我們有歌星 我們不歌星 以前的夜總會有魔術表演 是啊 那些叫floor show Floor 在台上表演 可能是艷舞 可以是魔術 可以是tap dance 我們做樂隊 不是做floor show的時候 有歌星唱歌 我們就負責換走一些歌星 加大小 不適情有些事情都會 那你說清楚這件事 我以為是大富豪 那種night club 那些是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都有的 是一些 我們叫夜總會 有卷節目體 不適合吃晚飯 好 那一種是那一種 另一種做的 就是那些 我沒有做中式 都叫中式的 一些日式的 我做日式 有媽媽生大小姐坐桌 你男人去 那些也是叫 叫日式 我們說叫clubbing 那些真的是clubbing 老實說 你到處去慢慢去 那些club 那些真的叫club 明白嗎 要穩真愛的 那些 不穩真 不知道 馬佬的燒銀子 我們說Rock 主要是這兩種場合 給我們做音樂 賺錢 你玩Rock 你不想不做 在夜總會 一家一家 吃飯也好 你玩這些 很吵的 Rock有一件事 你不可以小聲 小聲就不是Rock 一定要大大聲 你這麼吵 打鼓又打得這麼粗魯 這麼拆天的聲 那又怎麼聊天 一定要去一些地下 安全的地方 才會玩這些 在夜總會好 日本級 或者中四的會好 怎麼可以容許你玩 這麼吵吵的音樂 明白 上不了大台 所以呢 如果你 香港玩Jazz 都已經 猛猛的燈 多數 玩Rock 根本上 除非你開Concert 要不然 不會有什麼地方 請你玩Rock 嗯 因為 觀眾不會喜歡 整個小時 一整個小時 都要彈這些音樂 這麼吵 那我們要聊天 那你聽Rock 經常要開Concert 我聽 一定不會在夜總會 裡面有得聽的 嗯 所以我玩Rock 音樂 都是年輕人 做YuBank的時候 玩 到我出去做職業 已經是 不可以玩這種音樂 嗯 好了 這個 Jimmy Hendrix 很不幸 他也是 又是那樣東西 又是O.D. 那時候有很多人 O.D. 因為你有了名字 可能會有很大的壓力 我想 他 總不只 這個不幸 他有一個不幸的O.D. Case 他在70年代 已經過身 紅了幾年 但是呢 他帶出來的東西 就一直發展 嗯 嗯 那 那 70年代 即是我的年代 OK 我是1956年出生的 我是五十六年的 1976年 我20歲 嗯 就算70年 我14歲 嗯 以我所知 不知道你們這一代是不是 通常聽歌 都是做學生的時候聽歌的 哦 是啊 唱片 唱片業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target 十三到十九歲 天氣 就是那些人買唱片的 嗯 你過了出來做事之後 你沒那麼多時間去聽歌 就會少買了唱片 嗯 嗯 所以整個70年 你想想 1970年 我14歲 到1980年 我24歲 你知道14歲 和24歲 那十年裏面 是多麼重要 嗯 你由一個黃毛小子 十四歲 變成一個青年 那十年就是70年到 1970年到1980年 那個是我的年代 嗯 那當然我聽了最多歌 都是聽人 在那個年代聽 那麼 其實早點的 我十一二歲 我就開始 學玩 文國木結他 這樣開始 那麼去到十三四歲 我開始轉 玩樂 嗯 那麼 那時候有些什麼樂隊呢 比如我現在 就是聽聽 兩隊 一隊英國 一隊美國樂隊 如果你是玩樂隊 不認識樂隊 你都很大話 不過沒理由不認識的 為什麼呢 今後 以後 就是現在所聽所有的樂隊 你都是給這兩隊樂隊 這兩隊樂隊不是唯一的一隊 我不夠時間講這麼多隊 這兩隊 一隊代表英國 一隊代表美國 是非常之經典的 嗯 你現在聽到的樂隊 什麼 不知道你是什麼 Heavy Metal Progressive Rock 總之 大家由Jim & Hendrix演變 然後由這兩隊樂隊 我自己用一下 有一個編心 沒發揮 聽聽聽 七十年代 出了兩隊樂隊 一隊英國 一隊英國 聽聽聽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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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been a long time when the monkey rolls It's been a long time when the people's gone Let it get back, let it get back, let it get back I'll pay you a lot for more It's been a long time, a long time It's been a long time, a long time It's been a long time, a long time 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been a long time 我看得出他們對你影響很大 你的本 OK 我多持他們 OK 其實我中間的時間就是有飯 是嗎 不過我最後不在做公司之後才一起玩 我做唱公司的這段時間 你可以看到 我們講的Jimmy Hendrix Jimmy Hendrix最厲害的就是 大家記得他在Walkstock1969年 他已經死了 他就打了一種這樣的音樂 你想想短短兩三年 在70年代頭 大家看到 嘻 吉他可以這樣教你的聲音 這樣玩法 鼓又可以這樣打 於是 就衍生了其他新樂隊出來 你剛才看到那兩隊 很代表性 這兩隊 那隊Lassette 已經進入了Hall of Fame 你知道 在美國那些音樂界 放入Hall of Fame 你知道嗎 電堂級 就是永常不老 這些是元老來的 在Rock的 另一隊Deep Purple 也是 這兩隊樂隊 是教育所有 想學Rock的人 全部向他們學習 其實現在聽那些Rock的歌 其實都很像 是啊 都真的是這樣的款式 其實變化不大 1971年 1972年 這些是46、47年前的東西 是啊 但是如果不是有Jimmy Hendrix 就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呢 我可以告訴你 甚至乎來到這裏 我不是擦自己的年代鞋 我只是說事實 70年代 是一個很正的年代 為什麼呢 隨著這個世界發展 很多東西 播放 以前播放 50年代 播放了Chuck Berry的Rock and Roll 媽王又可以走心走勢 到60年代 走出Detles 是否可以改變音樂 那個Structure 是不是 Jimmy Hendrix 發明成這樣 還有幾個Rock 之後呢 70年代 是百花齊放 嗯 因為大家發覺 咦 既然可以 不用守舊的規矩創新 什麼我都拿來試一下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那也是一件好事 是啊 所以70年代 無論是電影也好 音樂也好 很多原創的東西 嗯 就是你 你一看什麼戲 你會覺得 這裏不是70年 這裏不是70年 這裏不是什麼戲 我炒出來 就是所有事情 都已經在70年代做過了 嗯 那當然有些事情 慢慢繼續發展 到它 越來越快 越來越有勢 但是 很多idea 或者那些 這樣的style 其實全部都在 70年代 發生 所以我在我長大的年代 我是不停見到新的 那時候你應該受到很多衝擊 那時候我又不懂什麼衝擊 那時候我都不懂什麼衝擊 我都叫我英俊 你都不知我 不斷有新的 有新的學 看這部戲 嘩這部戲 這麼聰明 是吧 這樣的手法 就是你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嗯 經常都有新的 經常都有新的 但是 來到這裏 就變成什麼都被人玩過 你想再創新 是難的 嗯 因為很多東西 都已經在 70年代那裏做實驗了 70年代有些什麼呢 除了rock之外 就是rock分了很多 都用的 PayPays 有一件事 不是很好的 就是 他們喜歡 吃LSD 迷玩的 LSD Beatles 都出過一首歌 他們說 其實是說LSD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是否明白 不明白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 即縮寫LSD 哦 有人說LSD 另一個花名 Love Sex Death 哎呀 哈哈 因為那天是迷幻藥 來的 嗯 那你趴了下去 你趴過了籠 就 拜拜 那為什麼那麼多 那些歌星的人死 呢 就是他們喝酒之後 還加那樣東西 嗯 那一撞 撞死了 那 那 那 在70年代 有些叫做psychedelic rock 現在都好像有些翻轉頭的感覺 迷幻 哦 就是因為有迷幻藥 Hit Hemisphere 那麼 那連音樂都發展到一種叫做迷幻音樂 嗯 那我沒有預備這條片 大家如果可以查 如果你年紀老一輩一定會認識的 Pink Floyd 嗯 那 如果你是不認識的 你可以查這個字 Pink P-I-N-K F-L-O-Y-D Floy Pink Floyd 這隊樂隊是70年代出來的 這隊樂隊玩的那些音樂呢 就叫做psychedelic rock 嗯 迷幻的搖滾 好聽的 那我不怕跟你說 我70年代 就 有朋友給我帶來吃 吃完我帶來聽這些 那 那種音樂呢 是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 你這晚聽 你會出現一個圖畫 嗯 那種音樂可以這樣 可以令你的腦裏面 產生一個 一幅圖畫 你會走到那幅畫裏面 嗯 或者你是natural high 總不知你聽的音樂呢 他的音樂呢 除了好聽之外呢 他可以幫你的腦裏面 裏面 嗯 那個代表人物呢 就是James Frank I feel good 聽過沒有 嗯 聽過這個 那個就叫做soul來的音樂 soul music soul music soul music 入到70年代呢 就叫做thump 那現在呢 我們統稱的叫做r&b 嗯 嗯 其實很多音樂呢 變來變相近而已 那你就 改了一個名字給他 就好像新的 是不是 那 那我私下覺得 我自己 我 我很小時候聽音樂了 我兩歲出生的時候呢 我已經幫他很care 給我聽了 那我再大一點 我聽老爸的plantis 然後再大一點 跟他表哥表哥給Eto 所聽 然後我自己學其他 所以我兩歲開始呢 我們聽音樂的 嗯 那來到現在呢 我主要告訴他 是 是 是 去到70年代 頂到80年代呢 音樂還有很多 就是很豐富 但是很不幸 我覺得90年代開始 那個音樂呢 就開始 有些停滯 不前的感覺 就是 會 nowhere 因為什麼都做過了 嗯 那 那 那 這個pup music 我們就講到這裡 講到這裡 Vitcher 你有些歌送給我們聽 一首歌 好啊 那我送一首歌 給你聽這首歌 都是一首黑人音樂來的 它呢 就是我用的人生的quote 叫Walking in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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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就是你做一件事 都是在你預計之內 好 那我們 讓我們聽歌吧 做人 下次再見 sometime 看看 은 tags 給你 台灣 洽iv 開 so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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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